周四突然很想去草原天路 于是喊了Z先生便开车去自驾了 与其他人不同的是 虽然已经结婚两年多 但我们自驾出游 仍会带着婚纱 对我们来说 婚纱照并不是影楼里一尘不变 只需要换脸就可以是另外一个人的定制照 而是随时的照片 随时随地想拍就拍 于是一路上走走停停 用相机记录了一路上的欢乐瞬间 回来后发朋友圈 有人评论说 真羡慕你有一个 你要说走就走 他便愿意如影相随的老公 也羡慕你能在别人都忙碌的工作日随心出行 你的生活就是我想要的 然而我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 生活不会让所有人一出生就拥有一切 但幸运的是 这个时代给了我们很多机会 依靠正确的努力 我们就会距离想要的生活越来越近 时代一直在发展 你要做的就是跟着时代去变化 当然 并非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但希望从这篇文章开始 你会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你想要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所以我们永远也不会活成另外一个人的样子 但我们都会有羡慕的对象 会有欣赏的人生轨迹 从2012年的一无所有 到如今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我用了五年时间 在此期间 我一直沿用一个方法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前不久接了一个职场咨询 86年的男生 工作 感情 生活都不顺利 提到想要的生活 他也无法很好地描述出来 而这一次咨询 距离上次咨询已经过去了三个多月 也就是说 在这个期间 他没有任何变化 我问 为什么不去做些什么呢 他告诉我说 因为我纠结 比如工作吧 我虽然不满一线状 但对于接下来的一线和三线的选择 我不敢轻易做决定 因为我输不起 我直言 把输不起挂嘴边的你 现在又拥有些什么呢 他沉默不语 我之所以这么直接地戳他痛处 是因为三个月前 他也是这些问题 当时已经有了明确规划 对于两个选择都有利弊分析 而他需要做的 不过是选择其一去走 那时候 我问他想要的生活是怎样 他不知道 三个月过去了 他依然不知道 这也是 他迟迟不敢做决定的主要原因 有人说成功的人之所以成功 是因为他们的归零心态 他们愿意把目标 着眼于更远的未来 而不是抱着眼前为数不多的收获 害怕着失去 假如他继续这样 或许三四十岁 他依然在稀里糊涂地过生活 依然会感到迷茫 关于三十岁 中年危机等话题 很多人问过我 你怕吗 我从不怕 就像上学时很多人问我 你怕走上社会吗 并不 为什么 因为目标明确 我一直知道 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普通人如何努力 才能最快实现目标 首先 你要学会定目标 当我们提到想要的生活 很多人会说 我也有梦想啊 但你的是梦想 我的是目标 区别是我的 更具有可操作性 毕业后 我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恋爱结婚 在京定居 有不拘泥于工作形式的稳定收入 其次 你要学会倒推目标 明确大方向 关于这一点 我会从工作 感情 生活 三个方面分享 工作 2012年初始状态 月薪2500的传统行业从业者 目标 30岁前 月薪过万 倒推 普通招聘网站都是针对普通职员 列聘网针对工作5年以上的经理级别等高层 通过看列聘的各个职位 可以知道所从事的职业达到月薪以外需要什么技能 如此可以详细得知自己欠缺什么 学历 能力 技能还是其他 做法 评估后发现 从事的传统行业实现目标略难 于是盯准互联网 依靠文字 转行做运营 实现 2015年底 25岁便实现了30岁的目标 总结 很多人盲目地报名线上课线下培训 实际上是为了缓解自己的工作焦虑 但正确的做法是 你要给自己定一个可量化的目标 如此才能更清楚地知道自己欠缺什么 这样实现起来会容易很多 因为25岁就实现了30岁的目标 所以25岁定了新的目标 是30岁之前实现自由职业 而这一点又在27岁的时候就实现了 当你按照自己的规划严格执行 你会发现所有想要的一切都会提前到来 感情方面 2012年初始状态 有恋爱但不稳定 目标 找到薪资是我1.5倍以上的男朋友 对我好 并且符合我其他的要求 与他恋爱结婚 倒推 吸引力法则 假设我在一个极其普通的小圈子里婚 那么我根本不会接触到比我更好的人 所以在设定条件时 自己也要足够好 那么工作 生活都不能太差才行 做法 认真工作 努力提升薪资待遇 并通过线上线下活动扩大圈子 最终在豆瓣发帖 认识了一大批符合条件的人 实现 2014年遇到Z先生 能玩到一起的情况下 还符合我各项要求 恋爱一年后 领证结婚 总结 很多单身提相亲需求说 我要对方一米八 结果自己 有人说 对方一定要有钱 结果自己 还有人说 我严控 他一定要帅 种种这些 都是天马行空 认为自己是个小仙女 总有一个符合条件的人 会自己找上门来 还有一些人 希望脱单 却盲目 跟风 拒绝相亲 拒绝一切社交 每天刷剧 宅家里 这样能脱单 也是有鬼了 那么 应该设定什么条件 和一个人结婚 就等于选择了一种生活 所以 你要明确知道 自己想要的生活 是什么样 然后再去看 对方应该符合什么要求 当然 你不能说 你希望未来住别墅 就希望对方是个富二代 而是 你能力也很强的情况下 不允许自己 找个比自己差的 这才是所谓的条件 生活方面 2012年初始状态 没房 没车 没存款 目标 五年内实现 在京定居 有车 有存款 倒推 北京房价 简直是天价 买普通住宅 首付至少攒够八十万 薪资不低于一万 才能还得起贷款 做法 时刻关注北京房价 买不起大的 买小的 买不起北京 买周边 买不起周边 买更远 一步步换 实现 2014年购京排车 2016年过户 到我名下 有摇号资格的Z先生 继续摇号 2015年买北京周边 2016年实现 在京定居梦想 2017年实现 一居换三居室 总结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